詞作人 李宗盛 李宗盛 詞录 文化 詞录編曲 曲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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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 李宗盛 》 詞录 詞录 李宗盛 李宗盛 可是人家一飛衝天做了兩件世界級的宇宙級的 都不可能發生的事發生了 第一個這兩年期間他蓋了一百棟房 這一百棟還馬上租出去了是不是 還陸續再蓋 他第二件更可怕的事情 宇宙無敵的沒有人做得到的 他得了兩個文學大獎 你看我們比更三四十年五六十年七八十年 什麼獎都沒有 人家才能寫兩年 他得了哪兩個大獎 一個是金門的一個叫舞蹈文 他是一個新詩獎 他寫了一首戰爭的新詩 等一下來讓我送一下 還記得嗎 他第二個大獎就了不起了 是中國時報的報導文學獎 這個獎在這裡 他有很重的 獎沒什麼嘛 可是有獎金就了不起了 就羨慕了 獎算什麼呢 那你們大家知道這獎金多少錢嗎 二十萬 不少吧 要請客要請客 那這個十萬不少 他呢偏偏捐出去了 是不是捐出去了 他捐給台灣的老作家的一些組織 來幫助老作家 在晚年生活上比較不發愁 所以他除了這個創業家文學家之外 多了一個名稱叫慈善家 那我們周嘉欣所做的慈善的事情 從很多年前就開始 那我認識他不久 可是我知道他去年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網路上 看到有一個他的老師說 有一個選手在海外需要幫助 他一口氣就捐多少錢 你知道嗎 大家猜 你說郭台銘捐個幾百萬幾千萬不算什麼 他一口氣就是用美金的兩萬 不多啦 好 那我們在蕭君開獎之前 我們今天的形態 因為我來的蠻多都是文人雅士 都是我寫文章的朋友 大家可以說一些話 因為大家講的話一定都是金科玉律 給他與祝福好不好 然後之後我們再來辦簽書 或者給我跟他一問一答 好 我們今天第一位 我們請我們的朱總編輯 好了 朱介英 謝謝孝金老師 其實我第一次認識 只能認識幾天而已 對啦 那我就不講那些文章的話 然後我就感覺 就我的感覺 因為我是寫文章的 做雜誌 所以我就談一下我的感想 對那個掃文 還有講這一方面的感想 那目前在我的感覺上 就是掃文 掃文這種東西 大概有兩種 寫掃文章有兩種作家 一種是文字很傳奇 一種是內容很傳奇 請問各位 哪一種掃文比較重要 內容 是啊 是內容畫 對那我很榮幸 認識了幾位掃文家 得獎 都是內容非常傳奇 我覺得這才是最珍貴的 那我現在呢 在寫的 就是我是寫評論 我寫理論的 那現在呢 我寫的是比那一個 我們稱為結構主義最新的 那現在台灣的文學 文學界 這一方面還滋留在 現在傳統裡面 是前衛主義那邊 可是現在已經走到 寫文台的那個結構主義 結構主義它是用心理學 精神分析 符號學 還有這個 歷史學 地理題等等 這些來詮釋這個作品 可是我們台灣的目前的 學校 可以譬如說文學系 還滋留在什麼狀況 滋留在 訓谷 訓谷 對 那很多寫文學的人 尤其是評論者 就完全在寫訓谷 把以前的古人作品 拿來對應一下 這樣就解釋過去了 那我在這邊 把我的感想告訴各位 其實現在最重要 還是我們的心靈 怎麼樣去感動大家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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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是生活潮雜誌的總編輯品 現在這個紙本在台灣 已經幾乎沒落到沒有 都是電子化 數位化 逐漸因它編輯的是一個 紙本的一文雜誌 所以很感動人 他為台灣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們穿插著 今天現在讓我們邱蕭君來發言 我第一個問題 就是 教君真不容易得到這個獎 想一想 你這個兩年來 寫作的這個過程中 最盛心算益的部分 有沒有需要突破的部分 或者困難需要跨越的部分 也三分鐘就好 其實我住在美國洛杉磯 但美國實際上是一個 中國文化的沙漠 所以我們並沒有機會有這種環境 沒有有機會可以大家彼此激勵的情況 那也是因為COVID 我們運氣 要說很好 因為COVID 開了一個天窗 我們可以跟台灣的老師 跟台灣的學長 或者跟台灣的文友互相交流 幫我們開了一條很大的獎 那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這幾年一直在專心 因為我一直很喜歡文學 沒有這個環境 所以中間我們就很努力的一直在學習 就像剛剛蒂華講的 我有時候一個晚上要上三堂課 下課的時候已經是美國 因為要配合台灣時間 已經是美國的半夜兩點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去寫 很努力的去抓這些資料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有我這種年紀 我們當時有個留學生 有照茶房的故事 有玉莉華的故事 可是中間全部斷層了 中間美國的華人沒有東西洗 沒有寫任何東西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很想讓大家更了解 我們在那邊做什麼 我們在那邊怎麼活 那所以我就開始寫這些東西 現在要問蕭俊的問題就是說 他寫作這兩年來 他最擅長的題材是什麼 是海外華人的故事嗎 還是台灣的你的童年生活 你覺得你最感動你的題材 其實我寫出我的動作很快 可是我真正喜歡就是 我希望各位在座都可以拿起底來 開始寫 那定法文的問題很好 寫什麼 當你拿起底來的時候 就知道要寫什麼 包括早上跟公眾汽車司機找一架 都可以寫一個 是因為你回家就會忘了 那我剛開始的時候 也是不知道怎麼寫 我的老師一直告訴我 先求有再求好 所以我才會就是抓到中間的事情寫 中間曾經有一次 因為我在美國做生意 有一次我在跟老師聊天說 我今天是老闆日 我們公司老闆日 結果老師說什麼叫老闆日 我說因為我們公司上班四天 禮拜五要誰上班 就是老闆上班 老闆要負責接電話 那老師一聽就覺得 欸蕭俊這個是你的經營理念 對我而言是日常生活 對她而言是經營理念 你應該把這個寫出來 所以我覺得 噢也是因為 為何我寫了一系列書 常有在傷不一點傷 就是我這種傻夫 我的寶貝同朋友 不屈常常罵我的 就是做的事情 都算是很荒唐 不像一個生意人 可是我就走在生意路上 因為就是 哲學方法跟大家不一樣 那這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是我們的想法 可是寫出來以後 也許在幾千里 入外有一個人被這句話影響到 覺得這個事情感動到她 她去到她 那就是一個生命的迴傳 就是一個 我們寫文章的一個物理 那我也寫很多台灣 因為我在台灣長到 23歲出國 然後到美國46年 那這也是我想很多在座 有一些美國來的朋友的心酸 因為當年從 松山機場我們離開的時候 是連根拔起就走了 那46年以後 我在美國的時間 已經是台灣的兩倍了 可是我的心還在台灣 那我每次回來 大家就說那你就回來嘛 所以我去年回來的時候 吳俊瑤老師這樣跟我講的時候 我真的好信心說 我要回來回來 可是當我在桃園機場 要離境的時候 我突然了解 我不見得有這個本領 再連根拔起一次 因為那邊有一個 我的家園在 那這種補出很難去講 只有藉著文字 我一篇文字可以跟好多人講 那這是我的感觸 謝謝 那現在輪到我們的來賓來分享 我們歡迎周恩東 他在聯合到工作 這個文已經跟他講過要講話 那個 昨天晚上認識我的學姐 她打我六屆 那我一路上都是一個 資深的媒體人 我從來沒有 只會寫信物表 比多是人物專方 不會寫小說 不會寫賞文 因為被訓練得太好的 記者就是這樣 但是也因為這樣 所以太理性了 可是昨天看了我學姐的第一篇文章 因為最近剛好忙 今天要開董事社會 所以我沒辦法把他全文看完 但是我看著看著就哭了 文字的力量真的是蠻感動的 大時代的小故事裡面 其實是只穿透我的心 那我覺得我本職算應該也是感性的 可是因為媒體工作 逼得我不得不理性 所以三十幾年的理性 謝謝學姐 重新幫我奇蹟贏了我感性的那一面 那也剛好 我在工作上剛好 明年有一小小的安排跟轉折 就是我也把年輕力帶開始帶起來 所以我也覺得有沒有機會自己開始寫作 或者因為我們比較理性的比較講究方法論 我想說有沒有機會可以壯神代 五十五歲一直到六七十歲的夥伴們 一起如何把自己的生命故事留下來 因為我現在的職務是理合辦管基金會 那我八年前創了一個公司叫做有故事 那這個有故事當初創這個公司的目的 其實就幫希望幫老人家跟家族寫故事 那因為媒體人不會做生意 所以第一年就差一點倒了 我只好轉個彎幫醫生寫故事 因為醫生比較有錢還願意忽然 所以這幾年很用心的幫醫生跟醫學會寫故事 那也因為這樣我才發現台灣醫生的好醫療的好 所以我們一方面希望讓台灣醫生的好醫療被看到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經驗 讓更多人有機會學習 包括我自己學習如何寫下這些人生的故事 我覺得是一個很奧妙的緣分 我要謝謝我的學姐 真的是剛好在轉折的時候她剛好到來 到來的時候給我一個很深的感觸 當場就哭了真的 好久沒流淚了 可是那個流淚 說不上來就是好像很優越 就像學姐的第一篇 《遠視》好像很優越 可是她就在眼前那麼的觸動我 大時代裡面的點點滴滴 好像就回來了 我在這裡真的是很推薦說 我的學者文字真的很好 而且她一點都不雕塑 就那麼自然 然後那麼自然裡面就讓你感動 我想這是我要學習的 在攻擊世界 做的這個 謝謝 你們本家 然後又是同樣政大新聞系的 剛剛清文聰有提到一個字 錢 我也對這個是特別敏感 特別有好奇 因為我們鄉君在這個防疫期間 這三年中 我們都不計可施 沒什麼辦法 電倒得到 人都很著急的時候 他真的蓋了一百棟房子 那我們來聽聽看 這一百棟房子長著蓋成這 好不好 所以謠言會越喘越快 一千棟 對對對 明天要變一千棟 等一下 我沒有講謠言 三十四棟一百的門牌 那其實喔 我自己一直覺得 我是一個被生活擔任的文青 可是時報出版社這次 大概我的文筆沒有那麼好 所以她想要把我包裝成 女強人來寫文章 所以這個謠言會 其實畢華剛剛提的一個故事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 尤其這邊有年輕的小朋友 我最近講過好多次了 就是我們中國人很好喜歡 哪裡跌倒哪裡站起來 那我是看過許文龍先生的一本書 他說你跌倒了 不要接著站起來 在地上撿撿看有沒有珍珠寶貝 那我從那裡又加了一句 因為沒有怎麼辦 所以你撿個石頭 撿個泥巴 下次打架可以用 那我後來發現 原來這就是我的個性 那迪巴剛剛講的 因為我自己做房地產投資 所以房租對我很重要 疫情的時候 我們辦公室是一個 算起來是差不多 80坪的一個辦公室 大家嘻嘻哈哈在上班的時候 說禮拜一要關掉 那那個禮拜六 我跟Larry兩個人還去吃火鍋 還很開心 突然消息來了 不能再出門了 那不能出門 當然辦公室就關了 大家就各自在家裡 那在這種時候就已經夠倒楣了 對不對 好政府規定 不許漲房租 美國的公寓的價錢 是用房租來定 所以它的不許漲房租 意思就是你的房子 不許再漲價 那房地產大家為了 就是投資漲價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第三個 壞消息 真的有把我打倒 打倒我跟邱醫生一樣 半夜 跟邱學俊一樣 半夜在家裡哭 邱子欣賞一樣 半夜在家裡哭 他出了一個法律 說在COVID期間 不許趕房客 就算房客 不房租不許趕房客 那這個會把我打死的 因為你就沒有收入了嘛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跌到最低了 那當然有兩個契機 第一個契機就是 大家都知道我這寶貝我的女兒 我這打去跟我女兒酷訴啊 我一個大女兒 結果我講 沒有你看真倒楣 真什麼真什麼 我們就倒楣了 還這樣子 結果我女兒跟我講一句話 她說媽媽 我們算是 全世界領領他的人 平常所有好的資源 都被我們享受光 現在國家有危險 世界有危險 我們應該站出來解決問題的人 你還在那邊哭著要糖吃 這是我的寶貝女兒 我當時真想說 我小時候為什麼要罵你這些話 讓你記得還打給我 因為我最愛跟她說 你不要問人家為你做了什麼 你要問你為人家做了什麼 所以她一句話就打了 那也是因為那句話 我非常感激 就是讓我覺得 喔原來除了說在地上坡以外 也許還有珍珠寶貝 也許還有什麼 那因為她那句話 我第二天開始 就聯絡一些團體 包括Larry的 那個 Union Foundation 王建俊先生的 Union Foundation 我們一共募了十萬個口罩 當時沒有口罩 沒有口罩的可怕在於 醫生沒有口罩 完全不設防 然後呢 當時大家有人有的話 去捐 亂捐給醫院 也並不知道哪個醫院需要 那我們那時候就直接找到了 加州的緊急救難部 就跟她把口罩捐給她 然後那時候還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謠言四起 說你覺得那口罩 如果人家戴了死掉 你會被告 所以大家不敢做這件事情 很多團體想做不敢做 那我們那時候也是在這個機會 請加州政府做的一個位置 就是把那個Larry的位置 叫免責的一個 所以可以開了大家可以捐口罩的大門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邊就是 這是我撿到的珍珠之一 然後另外一邊呢 因為COVID出來之後 必管理大家在家裡 所以會 我們就擔心員工在家裡 會不健康嘛 精神少 所以我就規定早上還是下午 各要開一次會 要穿上班的衣服 然後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心裡已經知道 這是一個長期抗戰 不是像有的人覺得 我們禮拜一閉關 禮拜五就要去打麻將 沒有 我知道是長期抗戰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那個 員工規定這個 然後我規定他們 你們每個人去線上 找一堂課來上 我公司付錢 然後呢 你每天要打三通電話出去 那也是這個動作很好笑 就是有一個員工 他居然查到說 州政府讓我們可以加蓋房子 就是如果 因為加州缺房子 所以他就讓你加蓋 所以一個單棟房 只要你院子夠大 你可以再蓋一個 如果你的公寓的話 最高可以蓋25% 所以如果你的公寓有四個房子 你就可以多加蓋一個 對 那這個法律出來 給我一個路可以看到說 也許我們有 就算我們有房租收 我這邊可以有一個新的路可以走 然後呢 另外一個員工 跟倉庫公司通電話的時候 說 哎呀好可憐喔 那些建築師都沒有生意做 都快要倒了 大家都在家裡 快要怎麼怎麼 那這樣子又給我一個機會 我就找那建築師說 好你來幫我們設計 那這樣子就把團隊拿起來了 工人在家裡沒事做嘛 沒有人出來 那就是工人你們出來 就蓋我們的房子 那中間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其實大家想想看 COVID那時候傳染很厲害 所以那天我看到電視上說 曾經去跟美國要求疫苗的時候 說哎呀我們一天三百例 台灣那時候一天三百例好緊張嘛 那美國的回答是 我們一天三十萬例 那是真的是很可怕的情況 那最容易傳染就是大家在一個房間 所以工人開始做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危機 就是有一個人得了 可是他不講 為什麼他不講 他講了就沒有工作嘛 他想要做工作他就繼續來 那一個人來很可能就變成 三個人得五個人得 就完蛋 所以那時候我就講出一個契機來 就是獎金制度 你每天只要來你驗了 不管是或不是 我們都立刻登記 立刻拿一點獎金 他為了獎金他就會驗給我們 那驗了以後 如果知道說你是negative的 就可以繼續上班 我知道你怕身體 我就來處理 我把它放到一個管 或者什麼就把這件事情解決掉 那還有一個 因為那是第一次加州開放這個 我們也不懂 房子蓋好以後才知道 沒有水沒有電 所以大家去申請水電 那因為官員也在家裡上班 所以官員在家裡上班 打電話 建築公司打電話 我說怎麼還沒有 我房子蓋好了 不能租 還沒有連線 他說沒有人接電話 大家這麼做很多理由 那我想一個方法 我說好 包括全部建築公司 包括我們的工人 包括我們的管理公司 電話號碼全部發下去 誰打通電話 誰有100塊 再會第二天就接通了 所以很多很辛苦的事情 可是也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在這疫情中間 真的蓋了一些房子 那也幫加州解決了 因為加州真的就是 很多人沒有房子住 就解決一些問題 就盡我自己的一點點能力 謝謝 那就一直陸續蓋嗎 蓋到現在 我們還在申請 還在做 沒有禮拜 真是不容易 然後觀眾我們來跟大家分享 李正輝來 李正輝來 李正輝來幫我們講一下 剛剛聽了我們這個 這位大師講的 真的是充滿了這個 生活的歷練 你知道 而且非常會活動 就是說 這腦袋不好 轉得非常靈活 從這個 叫做 不要講 從美國的這個疫情開始 整個都已經停擺了 結果能夠 居然在這個情形 又找到 一定要生氣 而且我又學到一句話了 幫你跌倒了 你不要急著站起來 滿地高高貝 珍珠 好多寶貝 這句話真的學到了 非常感謝您 也祝福大家能夠 今天有一個非常愉快的夜晚 謝謝 我非常有幸 能夠認識蕭君 他是一個非常誠懇 非常真實 然後 又有一點笨笨的 就笨到有時候這樣 會很生氣 有時候覺得很可愛 那 我在跟他相處了二十多年呢 這些 我們也有很多 一間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我始終覺得 不管外面的環境 風大雨大 我總會有個感覺 小心油遠 是我的支持者 我們支持一眾 我相信大家今天在這種人事忙忙人潭中間 當你的心 能夠隨時的覺得被支持 這是人生莫大的快樂 是嗎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 也恭喜小君 謝謝 謝謝 Larry是我二十幾年的朋友 那我今天早上在線上分享會的時候 我曾經要分享 那就像他講的 在一起很多事情 大家會彼此痛苦啊 不是什麼 我最早開始真正做生意的時候 是做 借錢借款給別人 然後賺那個利息 當時是因為我想做嘛 我就跟親朋好友一起 大家一起做一起投資 到我大女兒畢業以後 也來幫我做的時候 曾經Larry就召開了一個投資人會議 那當時投資人會議的時候 他們第一個就問說 那你靠什麼過生活 那時候我被shock住了 我想哇你們 我做得這麼盡心經濟 原來你們是要來踢館的 這個故事我寫在第一次投資人會議裡面 結果原來是Larry跟這些 我的親朋好友投資人 他們跟我女兒就商量好 說你媽媽不能這樣平白地做 我們要付錢 所以居然在那個投資人會議 我們中國人都是講錢很不好意思 尤其都是我親朋好友 而且我特別尷尬 因為我女兒剛剛長大 這些人她都要叫叔叔婆婆爺爺奶奶 那麼你怎麼跟他們去要錢嗎 媽媽都白交了 可是在這種情況的時候 居然他們就那次會議 結果就是好我們從此以後 我們每次收到投資票 我要給你們公司百分之幾 然後大家開完會以後 就跟我女兒很開心著 然後我要講話 Solary也說不要講 聽你女兒的 你女兒比你聰明 那我常常在笑她的毒死了 因為她下面一句講說 萬一你死了 接任的人也是要照樣拿 所以就這樣子 後來我們公司就是因為 那一次投資人會議 本來是小小的在座 我一個人在座 一個人寫資料 因為那次以後 就真正擴大起來了 所以是一個很有意義的 一個一次投資人會議 然後大家要問 有沒有人有興趣 其實書上都有了 我再講一兩個小小故事 大家也想知道 我怎麼會走到房地產 那其實我沒有走到房地產 我是閉著眼睛摔到房地產 我的第一個房子很辛苦 我1978年生的 1985年才存夠了足夠的錢 買了第一個房子 那是一個984 30坪左右的一個小房子 三房一玉 那我租進去以後呢 我就說服我先生 我先生是墨裔的美國人 所以他們非常注重隱私 可是他就碰到這個老婆 就沒有辦法 我就跟他說 我們分租一個出去 可以幫忙付配門 那他當然不願意 我就說 這樣子喔 你如果不分租我一個人在家 我會害怕 你又不能去找朋友玩 你要去找朋友玩 你就幫我找一個運美 那就這句話 他就同意讓我分租一個房間 結果一個月以後 我那個房子住了11個人 所以我的第一個房子是 比十圈十美還多一美 我們11個人又同一個浴室 和平相處 那包括我 後來我弟弟畢業也來 就睡在沙發 那他的朋友再來 就真的連沙發都沒地方住的時候 他朋友就說 那你們車照 這就是我們當年留學生的生活 你車照上有一個快樂的RV 壞了的休閒車 我們還沒修嘛 那我就住在休閒車上面 只要進來用你的浴室 那一個月付我一百塊 所以 我這個11個房客教我兩件事 第一件事 我們電視上 電影上常常看到 房客會談戀愛啊 大家難關戀愛 失婚 年齡最後就永結同心 對不對 可是11個人住在一起 他常常 你常常懷疑我的牛奶被誰偷吃了 我的麵包怎麼這樣少了一片 九九我昨天八個混沌 今天只有七個 那還有我昨天還聽到更好笑的是 衛生紙上畫了一條線 有人偷用我的衛生紙 在這種時候沒有我賣地克 OK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11個房客幫助我第二年在對街 買了一個房子 對 所以這也是很感謝就是這樣子 無力無助走到了房地產 在這上面來 我也知道 大家最有心想就是得獎 其實是運氣嘛 邱霄君老師 這本台灣小妹 美國大姐的新書發表會 著實精彩 當然 也請大家親身感受文章的內容 及動人之處 更希望大家口耳相傳 相互介紹 在各大書局 網路書店 都有賣哦 歡迎大家踴躍訂閱800溫馨家族 並請點選小鈴鐺 選擇全部哦 謝謝大家 請繼續收看 續集